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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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靠此手艺 夫妻二人在城中 也算是站稳了脚跟 可从去年天上 便不再落雨 张子玲做生意 不靠种田吃饭 好像不该受到影响 其实不然 大家被影响 他岂能独善其身 生意是一天比一天差 激进停滞 他能不发愁吗 这般蹲着也是百搭 大家生意都不好 何必天天如此愁哭 妻子原始知道他的心思 同时明白 自己就算是唠叨死男人 也不管用 尽量安慰才是道理 因为自己家男人 不是懒惰 导致生意不好 也不是因为不善经营 导致生意停滞 如此情况下 他心烦难耐 自己在唠叨 岂不是火上浇油 原是贤惠 可见一斑 听了妻子的话 张子凌苦笑着点头 正欲回家而去 就间接头梁呛着过来一个人 此人衣衫褛褛 摇摇晃晃 好似吃醉了酒一半 张子凌转头看了看妻子 此人定不是吃醉了酒 而是遇到了难处 就在此时 那人到了张子凌家麻油房间 一头栽倒在了被晒得发烫的街道上 他用两手撑着想要站起来 但试了几次都没有成功 张子凌在看妻子 原是眼睛不敢看这个可怜人 对方是个男人 明显是被饥饿给折磨成了这样 妇人张嘴说道 你想做什么 便做什么吧 张子凌赶紧点头 从门中奔出 用力掺扶起虚弱的汉子说道 这位老兄 且随我到里面休息一下 他说完便掺扶着汉子 进入自己家中 原是端来水和吃食 汉子如同狼剑的肉斑扑过来 一口气将所有东西尽数吃完 又躺在地上呼呼喘气 张子凌蹲在汉子身前 脸上仍然全是愁苦 原是坐在一旁 心里忍不住叹息 汉子喘了一阵气 翻身就跪在了夫妻二人面前 感谢他们出手相助 张子凌赶紧出手相扶 汉子泪流满面 说自己嫁重遭难 流落至此 如果不是他们夫妻相救 今天便可能饿死 这一饭之恩 实事无以为报 本来吃过东西便该离开 奈何自己现在腹痛如脚 想要在此休息一下可行 张子凌文言有些为难 原是认为此汉子定是饿得太急 又猛吃那么多 顾会腹腾 便在此休息一下也无妨 见妻子发话 张子凌又想到了自己当年 他小时候也是恶晕在游房门前 如果不是师父相救 自己早已经不在人世 他受过此等恩 此时见别人跟当年自己同样 不忍心将汉子赶走 就也点头同意下来 如此 汉子便先在张子凌家住了下来 汉子声称自己姓林 叫宝恒 林宝恒很有眼力尽 抢着干活 倒叫张子凌有些不好意思 按照他所想 现在年景不好 林宝恒不能在自己这里常住 假如是年景好 他可以在此处帮忙 自己管吃管住还行 现在的情况不适合 原始则认为 非是林宝恒懒惰 才导致他几乎饿死 时是天气太旱的缘故 假如将他赶走 他能去哪里 第三天夜间 夫妻二人就此时商量 张子凌说道 你的想法我能明白 可是咱们目前自己温饱都成问题 如果再收留下这磨个人 谁也不能保证这种情况还会持续多久 万一生活不济 咱们怎么办 原始叹了口气 也确实是不该盲目心软 我他的话上莫说完 外面突然有响动传来 张子凌猛地从床上坐起 脸上全是惊讶 原始也吃惊地看着他 外面响动在起 这是刮风的声音 张子凌从床上跃下 正欲出去 天上一声炸雷响起 将他震在了原地 怒雷伴随着闪电 刮风卷着乌云 天气在眨眼间产生了变化 夫妻二人再顾不上别的 伸手拉开门 外面已经有雨点落下 下雨了 哈哈下雨了 张子凌放声大喊 街道上也全是喊声 终于下雨了 人们奔上街头 任由大雨淋湿自己 雨从落下便在莫停 一直到次日清晨仍然还在下 本来因为干旱均烈的地面 如今已经积水 清晨 林宝横出现在张子凌房间 他看着张子凌夫妇说道 这几天我一直很感激和忐忑 因为明白大家生活都不容易 可离开又不知道去哪里 现在天上降雨 相信你们的生意也将要忙起来 留下我吧 我什么活都能干 给口饭吃就行 有雨了 以后的生意就会慢慢好起来 张子凌和原氏都无法拒绝林宝恒 最终点头答应下来 林宝恒转身便去干活 根本不管大雨淋湿自己 张子凌和原氏无可奈何 林宝恒这实情快 如此 林宝恒便在张子凌家住了下来 而让他们夫妻两个没有想到 此雨一落便不停 连续半月要模式大雨 要模式小雨 最好的时候也是阴天 天根本不放晴 人们由最初的喜悦又变成了愁苦 盼着雨能停下来 这一日天气阴沉 但没有落雨 张子凌再也忍不住了 他要挑着担子 外出卖油 原氏没有反对 卖出去卖不出去都无所谓 主要让他有点活干 要不然在家中天天坐立不安 看着也是难受 挑着两口旺和原氏给准备的干粮咸菜 张子凌出发而去 城中油房也有几家 城东更是有师傅在 他计划出城去卖 不料刚到城门前 发现人们围成一圈棺 看着什么 他经过石看了一眼 然后脚步就被钉在了原处 再也迈不动 这些人中间有个阿婆 躺在满是泥水的地上 悬身颤抖 嘴里一直喊恶 观看着不少 大家摇头叹息 直到阿婆可怜 张子凌认识子阿婆 她是承熙的吻婆理事 以前专门给人接生 自己小时候受过理事接济 甚至她还把自己接到她家中住过一段时间 原本吻婆不愁吃喝 因为帮人家接生 会收到一定的报酬 富人直接给钱 穷人便给些吃食 不至于饿着 然而 理事上了岁数 人们再不找她 使她穷困潦倒 此次大汉 估计家中存粮吃尽 欲要乞讨 却在这里再也走不动 张子凌将担子放下 挤进人群中 伸手扶起了理事 地下有泥水 她上了岁数 万一被泥水浸透可不妙 理事没病 她就是饿成了这样 正好张子凌带着干粮和咸菜 便让理事吃下 理事吃得急 吃完又喊肚子疼 张子凌只好送她回家 到了理事家中 张子凌欲走 理事却叫住了她 问她是不是张子凌 张子凌点头 理事泪流满面 说她一辈子皆生无数 帮人无数 没想到林老了 竟然是张子凌救了自己一命 张子凌笑了 岂止是皆生 自己小时候的生活多苦 如果不是有理事这样的人 自己根本无法长大承认 现在她生活上可固住温饱 岂能看见而不相助 不过 她不能在此跟理事闲聊 因为她还要去卖油 实际上 她出来时便有预感 生意会很难做 事实上的却如此 她跑了近一天 却只卖了两门钱 天上又开始落雨 她匆匆进城回家 家中 林宝恒已经将全部的活都干完 如果生意好 家中有这样一个人帮忙很好 可现在生意并不好 张子凌也是有苦难言 林宝恒还很好学 天天缠着张子凌 要学习磨油法 张子凌道也不反对 此人好学 自己教会了她 以后她离开 也可以找个地方开油方 就像自己当年从师父手中学会一样 她对林宝恒青囊相受 林宝恒学的认真 手艺也慢慢掌握 天气仍然是时时阴沉 还动不动便下雨 可街道上的人慢慢多了起来 张子凌的生意也慢慢开始恢复 一切都向好的方向转变 这一天 袁氏回娘家 张子凌自己在干活 无意间一瞥 发现林宝恒的人影从窗户边上一闪而过 她似乎在偷窥自己 张子凌茫然不解 最后断定是自己胡思乱想 因为林宝恒完全没有理由偷窥自己 魏石魔如此说 首先她和林宝恒同样都是男人 林宝恒有必要偷窥吗 然后自己对墨油也不藏着掖着 林宝恒有不懂的就问 而自己也必然会解答 她不用偷偷摸摸 故张子凌任为林宝恒指示经过 她在家中已经住了近两个月 自己对这个人的为人还是放心的 晚上 袁氏回来 他将此事当笑话告诉了袁氏 袁氏听得言嘴笑 不过又若有所思说道 大概从十天以前 林宝恒便开始时不时外出 而且时间还挺长 也不知道干什么去了 对于此事 张子凌也是知道的 她哑然失笑 估计是在城里赚优 此人非常聪明 在为下一步做打算 弄不好 也想开个油房 是找地方去了 袁氏隐隐感觉不对 但什么地方不对 她却又说不上来 只好就此打住 次日清晨 张子凌起床后 发现林宝恒再一次外出 她心中实在好奇 便在后面悄悄跟随 她想看看林宝恒外出究竟干了什么 林宝恒走得很快 并不像张子凌想的那样 是想寻地方 更像是去赴约 走了一阵 林宝恒竟然出城而去 张子凌正欲跟着出城 不料却被一个人拉住 她转头一看 原来是吻婆李氏 她心中着急 就跟李氏说道 今天有急事 没空 不料李氏并不松手 反而拉着她 仔细打人后问道 这魔快 张子凌被问得一头雾水 什么这魔快 李氏并没有回答 而是转头看城外 脸上的表情满 是惊讶和不解 张子凌趁机挣脱 出城而去 不料出了城后 却发现林宝恒已经消失 她垂头丧气回转 惊天的是让她感觉疑惑 按照她的想法 林宝恒定然是外出寻找合适的地方 她倒不会阻拦 甚至她还决定 假如林宝恒真要开游房 她还会适当帮忙 万万没料到 林宝恒竟然是出城 她不是说从外地流浪至此吗 既然她这次是出城而去 那么以往 她时不时就会外出 而且一外出就需要好久 也是出城去了 她说在此地不认识别人 那么她出城是干嘛去了 她百思不得其解 回到家后 将此事告诉了袁氏 袁氏也颇感惊讶 她皱眉看着张子玲 这也容易 等她回来 我们问一下便会知道 何必猜测呢 张子玲赶紧摆手 千万不要问 当我再次跟着她 看她究竟去了哪里 然后再问 可以知道她有没有撒谎 如果真是撒谎 又究竟是为何撒谎 如果提前问她 她便会有所准备 袁氏哑然失笑 既然夫君如此怀疑她 直接赶她走就行了 何必有此苦恼 张子玲摇头 不是怀疑 就是好奇 夫妻二人聊了半天 林宝恒回来 进门便准备干活 张子玲跟袁氏对视一眼 然后她笑着问林宝恒 你外出干事魔去了 林宝恒头也不太说道 宝恒想熟悉一下这里 所以外出都是随便乱转 袁氏皱眉想要说话 张子玲却摇头阻止 她自己也不再问 现在张子玲断定这个林宝恒身上 藏有秘密 而且是她不想说的秘密 假如是这样 那么她之前在自己家门前晕倒 便不是偶然 可是她为什魔要这样做 张子玲就算是想破脑袋 也想不明白 假如是她十分富有 那么林宝恒有理由借机进入她家中 可是她并不富有 仅仅是雇住吃喝罢了 假如她跟别人有仇 此人未报仇进入家中 那也说得过去 可是她平时并没有得罪别人 思来想去 此人所图她根本想不明白 难道真的只是自己多想 从此时起 张子玲便注意起了林宝恒 她发现林宝恒偷窥自己 也的却是事实 林宝恒会在自己干活 或者说话时偷偷观察 另外 林宝恒外出也有规律 是三天一次 一次大约两个时辰 自从上次问过她后 她似乎也小心起来 有次张子玲偷偷跟踪 就被林宝恒给发现了 她只好说自己 也是正好需要外出 时间越来越让她疑惑 她想要赶林宝恒走 让她离开自己的游房 这一天清晨起床 天上又开始下雨 而且下得还挺急 她找了半天 莫找到林宝恒 这是趁着下雨又出去了 张子玲元本想的是 今天跟林宝恒说让其离开 没料到她今天还会出门 跟上次出门只隔了一天 她不是每三天出去一次吗 为何这次变了 思来想去 她赶紧找斗笠和索衣 匆匆穿戴后 欲要外出寻找 可刚出门就被人拉住 一看是稳婆李氏 李氏想要求她办一件事 她心中焦急 李氏拉着她不放 说让她出城去给自己抓点药 就在城外不远的马家庄边 一间破院中住了个郎中 要在郎中手里 除了张子玲 莫人可以帮她 张子玲一想 自己正想出城找林宝恒 稍待着帮帮她也行 所以赶紧点头答应 李氏这才放她离开 她在雨中匆匆出城 直奔马家庄方向 其实她出来找林宝恒 也是乱找 根本没有各具体的目标 马家庄离城只有两三里 村边的却有一处破院子 但她经常路过 直到此院中 根本没有住什么郎中 确切来说 这是一处废弃旧院 她认为是李氏祭错了 郎中应该在马家庄中 不过此时雨越下越大 她想要在破院门边躲避一下 刚到门边 隐于听到屋中有人在说话 仔细一听 又像是在争吵 难道郎中果然在这破院中 心中好奇的她 郑宇叫喊 突然又闭上了嘴 脸色同时变得非常凝重 她听到里面的争吵声 有一个属于林宝恒 这真是踏破铁鞋无秘处 得来全不费功夫 林宝恒每次出城 应该都是到这里来 今天非看看 她现的是什么人 又怀着什么样的目的 她捏手捏脚到了门边 听到里面 林宝恒压低的声音 我受了几个月的苦 才学会磨油 而且我已经在离开石下过了毒 事情将成 此时又岂会离开 你不要做此美梦 另一个声音说道 你不离开 家中一直有两个男人 算怎么回事 反正你也学会了磨油 可以去别处开个油房 这不是好生活的开始吗 张子凌如遭雷击 这个人说话的声音 竟然跟自己一模一样 而且此二人说话的内容 好生诡异 她不敢推门 而是偷偷向里面看 屋子里面站着两个人 全都带着斗笠 一个是林宝恒 另一个却看不清面貌 这个时候 另外一个人急了 伸手扯下斗笠 外面的张子凌 赶紧捂住了自己的嘴 这个人不但声音跟她一样 就连相貌也跟她一模一样 这可真是天下第一怪事 这个人是谁 林宝恒见她又怀着什么样的目的 张子凌不敢再次多停留 慢慢退出院子 然后撒腿便向城里跑 刚进城门就看到了李氏 我没空 我要赶紧回家 尽管她喊得急 可李氏还是拉住了她说道 请你小心你妻子 千万不要喝她断的茶 今天的师储 触让她震惊 她也没有太过在意李氏的话 伸手将李氏的手掰开 接着向家中狂奔 一口气跑回家中 原是看她的样子 感觉十分惊讶 帮她除下斗笠和缩衣 现衣服有湿的地方 赶紧给她端来了热茶 她接过后就于一饮而尽 突然又想到了李氏在城门边说的话 不由得将送到嘴边的茶给停了下来 原是见她发呆 就说道 喝呀 衣服都湿了 喝了赶紧将衣服换掉 她全身开始颤抖 感觉自己掉入了一个阴谋之中 林宝恒在自己家门前晕倒不是偶然 她进入自己家也不是偶然 肯定有什么阴谋 而最让得伤心的则是妻子袁氏 稳波理事让自己注意 妻子是什么意思 她不让自己喝妻子端抵茶又是什么意思 如果林宝恒进入自己家是个阴谋 难道妻子袁氏也参与了 这茶里有毒吧 袁氏听她冷不丁 说出这么一句不由的愣在当场 接着脸色一变就欲发火 但这个时候林宝恒回来了 她看到张子凌后不由的脸色大变 接着又堆起了笑 出去了一下 你们在干什么 张子凌此时方寸大乱 因为她感觉妻子袁氏 参与了别人对付自己的阴谋 她请林宝恒喝自己手中的茶 林宝恒再次脸色大变 声称自己不渴 是不渴 还是不敢 这茶里有毒吧 听张子凌如此说 林宝恒叹了口气 慢慢走向她和袁氏 你说你在不知道的情况下喝掉多好 那样就不会有痛苦 现在你知道了血还要喝下 只会增加你的痛苦 她这是想要用墙 张子凌正于寻找东西 门外却突然进来一群人 他们冲过来将林宝恒制服捆绑 张子凌这才看清 这些人后面还带着一个人 此人也被捆绑 而且跟自己长得一模一样 袁氏震惊万分 不解看着眼前的一切 这是怎么回事 此人是谁 为何跟你一样 张子凌悲伤说道 怎么回事 你不知道吗 庄无辜 你今天跑不掉了 她的话音刚落 门外响起一个声音 她跟你一样一无所知 门外说话的人 竟然是吻婆李氏 这更让张子凌不解 吻婆李氏显然是累坏了 走过来后坐下 呼呼喘了一阵气候 张嘴说出离句 让张子凌几乎疯掉的话 这个跟你一模一样的人 是你的弟弟 看着茫然的张子凌和众人 李氏说了自己知道的 林宝恒也交代了出来 事情的真相是这样的 原来张子凌是双胞胎 当年接生的吻婆便是李氏 他最清楚这件事 只是张子凌并不知道 因为他们兄弟出生一年便分开 哥哥张子凌留在家中 弟弟却被别人带走 张子凌经营游房 虽然不大富 可生活还算可以 这引起了别人注意 注意到他的人是林宝恒 林宝恒发现 张子凌竟然跟自己的兄弟李宝庆 长得一模一样 这李宝庆便是当年被人带走的弟弟 他被人带走血没血好 长大后成了个贼 跟林宝恒狼狈为奸 天气大汗 此二人流窜至此 林宝恒发现张子凌后 他和李宝庆策划了一个邪恶的计划 此计划就是让李宝庆 顶替张子凌 因为他们二人作恶太多 一直被捉拿 几乎没有活路 林宝恒假装在张子凌家门前晕倒 引起张子凌同情后 进入家中学习莫有 其实是为了观察张子凌的一举一动和生活习惯 这就是魏石抹张子凌感觉老师被窥视的原因 他将自己观察到的告诉躲在城外破院里的李宝庆 这就是他隔击天出一次城的原因 那一次他们出城相会 夏侯吻婆李氏在城外看到了李宝庆 他以为是张子凌 就准备感谢钱鸡天的一犯之恩 不料李宝庆并不认识他 张嘴便骂 李氏带着茫然回到城中 夏侯遇到跟着林宝恒的张子凌 这就是他魏石抹要拉住张子凌 同时也是他魏石抹感觉奇怪的原因 他奇怪的是 自己在城外碰到了张子凌 他明明跟自己走的是相反方向 为何会那么快出现在城中 再仔细想想 城外的张子凌对自己表现的不认识 而城中这个却认识 李氏思来想去 突然想到了当年为张家结生时 他们是一对双胞胎 后来弟弟被人带走 一直没有回来 他怀疑躲在城外的那个人 是张子凌弟弟 他们在策划一个罪恶阴谋 所以李氏想弄明白这件事 他悄悄出城 找到了李宝庆的落脚点 同时也听到了他和林宝恒的谈话 他赶紧去找张子凌 可当时张子凌太着急 他就说让张子凌提自己拿药 目的是为了让张子凌发现其中阴谋 张子凌果然发现 回城后他又在城门处等 他是想告诉张子凌双胞胎的事 可是张子凌六身无主急欲回家 他只好说让张子凌小心妻子 不要喝茶水 其实这毒病不是原始所下 而是早上出城的林宝恒所下 后面就发生了家里的一切 李宝庆是张子凌失散多年的弟弟 他和林宝恒是一对非贼 二人到了此处 发现张子凌和李宝庆长的一样 于是就让林宝恒进入张家 后面就是杀人和顶替 到时候张子凌死去 李宝庆顶替 神不知鬼不觉 但让两人万万莫想到的是 此事被吻坡李师发现 并且通知了人 一场谋划 尽数落空 张子凌和袁氏这才醒悟过来 二人悔不当初 不该收留林宝恒 差点惹出大祸乱 幸好李师帮了他们 才没有酿成大祸 李宝庆和林宝恒 当然会受到惩罚 而张子凌和袁氏 再没有遇到危险 直到终老 诸位 张子凌夫妻善良 这才会救下林宝恒 并且收留了他 但夫妻两个没有想到 他们收留的是各贼 而且这个贼症在谋划一件大事 李宝庆和林宝恒 差点就成功了 想来以后的岁月 张子凌夫妇会加倍小心 稳婆李氏 因为受张子凌一犯之恩 所以出手救了他们夫妻 但人家李氏以前也接济过张子凌 所以这些都是善良和善良相遇 最可悲的是 李宝庆和张子凌远本是亲兄弟 且还是双胞胎 可惜两人谁也不知道 李宝庆更是凭着长的想要行罪恶 最终被惩罚 却也是咎由自取 善良是可贵的品质 但有时候还是要分清事情和对什么人 邀请大家继续看下一个故事 民间故事 小火鹿运运复运到路边 旧醒后带回家 半年后静喜当爹 相传在明朝万历年间 凤阳府寿州有个叫孟宇的年轻人 家里祖祖辈辈都是跑货郎的 在那个年代能挣个辛苦钱 时常是跳着货郎 但一出远门就是好几个月 虽挣不得大钱 也能一家糊口 孟宇从十二岁就开始跟着父亲孟大山 一起跑货郎 到十八岁 以末清不现的孟宇 便开始让年迈的父亲休息 自己一个人挑住货郎丹出远门 这一跑就是两年 孟大山夫妇眼看儿子年纪越来越大 开始揪心儿子婚事 儿子本就一年到头没在家祭天 好不容易等到儿子回来 和他说起婚事 孟宇都说不着急 孟宇的想法是 先趁着年轻多出去挣点钱 等攒够了 就去镇上开个杂货店 将来自己一家 也不用再挑着货郎 单东奔西跑 孟宇又一次出远门 这次跑得比较远 走了三个多月 不断换货卖货 跑到了偏远的淮河以北 将货郎货勿受卖一空 回城时心情大好 挑着空货郎 步伐也轻快了许多 当孟宇走到离家还有二十里的地方时 远远看到前方有个人引导在路边树下 孟宇走进观察 坎衣衫打扮应该是一个年轻妇人 只见妇人背着她侧躺在地上一动不动 孟宇便上前观察妇人面色 这一见孟宇便春心暗动 妇人面上不过十八九的年纪 长得美艳动人 孟宇走南闯北 也莫见过几个这抹美貌的女子 只是这副人腹部微微隆起 应该是有韵在身 美丽的面容却有些苍白 眼角隐隐有味前的泪痕 孟宇探过女子鼻息 暗暗松了口气 她料想应该是天气太热 这女子在外中鼠晕了过去 于是孟宇便打开货廊 找出水囊给女子慢慢喂了些水 然后又把毛巾沾湿 给女子轻轻擦拭面部结束 果然不一会儿 女子醒来 待她看到孟宇时 先是感激孟宇的好心 而后又颜面哭泣 孟宇不解 便问道 姑娘有何伤心是如此难过 这大热天的怎么跑出来 你还大住肚子 中暑了可就不好了 女子听着孟宇的询问 停下了哭泣 雨带忧伤地回道 奴家是被家人赶出来的 现在已无处可去 还不如死了得好 孟宇听着更是诧异 问女子 姑娘如此貌美 还怀着孩子 你夫家怎会舍得将你赶走 于是 女子便将自己的事情一一道来 这环孕妇人名叫香灵 本是村里良民家的女儿 尚有疼爱的父母 下游小八岁弟弟 一家四口过得还算安稳 奈何去年淮河发大水 香灵他们村子处在淮河南岸 整个村子都被淹了 他们一家没了活路 父母为了让弟弟活下去 就把香灵卖给了县城 王财主家当小妾 王财主贪恋香灵美色 虽然年纪大了些 倒是对香灵不错 夜夜留宿在香灵房里 香灵也已经任命 加上今年怀上了孩子 想着就这样过一辈子算了 然而王财主还有个原配正妻皇室 皇室极度香灵得宠 又担心香灵万一生下了个儿子 将来会分走自己孩子的家产 于是设计了圈套 皇室买通一个家丁 晚上在香灵的茶水 理下了蒙汗药 当王财主夜里来到香灵房间时 看到香灵和家丁都 一扇不整地躺在床上 那家丁不但不辩解 反而自称和香灵早就情投一合 香灵还怀了他的孩子 王财主顿时怒气冲天 觉得自己就是活王八 当即就要命人将香灵和那家丁打死 还是皇室出来解围 说怕闹出人命会吃官司 不如直接赶出去 自生自灭算了 于是无法自便清白的香灵 就这样被赶出了门 香灵离开王财主家后 无处可去 他已经被父母卖了 不想再回娘家 就一个人在官道上漫无方向地走了一夜 到第二日 怀着身孕的香灵 一身疲惫 加上天气又热 就晕倒在路边 梦语听完香灵的经历 一阵唏嘘 同时也同情香灵遭遇 便安慰道 往事都已过去 不要再难过了 你现在怀着身孕 今后有什么打算呢 香灵又悲伤起来 叹气道 奴家现在已经无处可去 也不想再回王家 只是奴家一个弱女子 也不知该如何过活 梦语思索了一会 梁九对视 探助对香灵说 姑娘你一个人在这荒郊野外太过危险 刚好这地界离我家不算甚远 姑娘不妨先到我们暂住 等姑娘想好去处 再做打算如何 香灵听言 看向梦语 现梦语眼神清澈 刚才又救了自己 便感激到 如此感谢恩公了 只是奴家一个妇人 去恩公家里住 怕是会让人背后说恩公闲话 梦语却毫不在意道 姑娘不用担心 我尚未成亲 只有父母在家 周围邻居也不慎往来 姑娘只管去住下 香灵点头 欲站起身行力 然而饿了一天 身上虚浮无力 差点又要摔倒 梦语赶忙扶住她道 姑娘身子重 切勿小心 于是梦语搀扶一手提住货廊 一手搀扶着香灵 两人一路朝家里走去 梦大山夫妇在家门口 远远就看到 儿子竟带着一个女子回来 老两口心花怒放 心想儿子总算开了窍 于是等不及他们过来 老两口便跑过去迎接 带走近时 看到香灵隆起的肚子 梦母更是大喜过望 直接挽着香灵 一阵亲热问好 一口一个儿媳 喊得香灵面色羞红 梦母反而埋怨 梦语太过梦浪 不知礼数 香灵有心想对梦母解释 却没有机会开口 梦语倒是很自然 拉住香灵走回了家里 梦语对一脸喜悦的父母说 香灵他们村里发了大水被淹了 现在无处可去 以后就在咱们家住 梦大山夫妇自然是一百个愿意 刚刚这一回功夫 两人心里都已经在盘算 怎么带孙子了 梦母眉开眼笑道 当然要住咱们家 香灵长得可真好看啊 来了可就不许走了 我们就等着带孙子了 梦母说着就拉着香灵的手部松开 好像生怕这怀着孙儿的美貌洗跑了似的 梦大山也说来了 就安心住下 香灵修的脸颊快要滴出水来 正要开口解释却 被梦语拉住 梦语说道 爹 娘 香灵身是可怜 以后住我们家劳烦你们多加照料了 梦母称怪道 你这说的什么话 我们照顾他不是应该的吗 香灵见没有机会再说话 便尴尬低下头沉默 这落在梦母眼里 就等于是默认了 没得他心里乐开了花 于是小跑着去给香灵收拾房间 晚上等梦大山夫妇都睡下 香灵来到梦语房间 有些称怪地问他 恩公怎么不和梦书他们解释清楚呀 现在他们越是高兴 等以后知道真相后 怕是会更失望吧 梦语表情淡然 无所未到 那就不要让他们知道 香灵惊讶 不可知通道 为师母要这样 恩公不怕他们误会越来越深吗 梦语温柔安慰他说 香灵 我们萍水相逢 只是力所能及帮了你 你不要再叫我恩公了 直接喊我名字吧 你安心住下 好好养身子 其他的不要多想 我会处理好的 香灵见梦语这么说 值得点头答应道 好的 那奴家就喊你宇哥吧 宇哥一定要和梦书他们解释清楚哦 奴家回去休息了 说完香灵转身 向门外走去 梦语看着香灵转身而去的背影 眼中露出一瞬间的金光 随即又消失不现 在香灵住进孟家后这一个月里 香灵时既幸福又苦恼 香灵以往的十几年 从未有过如今这样被重视的感觉 以前在娘家 父母几乎把所有的好东西都给了弟弟 甚至为了弟弟卖了他 在王才主家 他不过只是众多小妾中的一个 说难听点就是一个玩物 被陷害 言辩解的机会都没有 就被赶出门去 而在孟家 孟与父母 把他当气息一样 每天问他想吃什么 每天都是按照他的饮食做饭 总会做些补身子的伤伤水水给他 对他关怀备致 孟大山夫妇对他越好他就越愧疚 很多次香灵都想将事情告诉二老 可是当看到二老幸福满足的笑容 时却怎么也张不开口 他怕看到他们的失望 他自己竟也有些舍不得现在的幸福 再说孟与 自从香灵住进来之后 孟与再也没出过远门 卖货都是早晨起早出门 晚上天黑钱赶回来 虽然赚得没有之前去远的地方多 但是他毫不在意 反而每天都很满足 孟与每晚都和香灵聊回天 询问他身体情况 有一天晚上 孟与和香灵再一次聊天 香灵苦恼地对孟与说 宇哥 奴家觉得自己就是个骗子 孟叔他们对奴家越好 奴家就越愧疚 觉得自己愧疑他们 他们把本该顿袭的好都给了奴家 奴家就是个小偷 说着香灵眼中竟溢出了泪花 梦语上山青派他的肩膀安慰 眼中带住些许犹豫 梁九正色道 魏师魔要愧疚呢 你现在就是他们的儿媳 我说是你就是 除非你不愿意 香灵听完惊讶 然后震惊道 宇哥你是什么意思 你是要奴家一直骗下去吗 孟与不再绕弯子 直接了当地说 不是骗下去 就是做他们的儿媳 做我的娘子 你愿意吗 香灵听得有些愣神 随即悲泣道 宇哥 如果奴家是清白身子 肯定是愿意做你娘子的 奴家如今这般残花败流 就不要再拖累于哥了 奴家还是找机会 和孟叔他们说清楚吧 说完香灵转身就要离开 却被孟与从身后抱住 挣脱不得 只听孟与语气强硬地说 香灵 你过去什么样 我都不在乎 你还在意什么呢 说实话 我当初把你带进我家里时 就莫想过再放你走 孟与语气强势霸道 不容香灵拒绝 香灵听言不可置信 有些感动 也有些疑惑道 为师母对奴家这么好 孟与尽香灵态度软下 来松了口气 在他耳边嘲笑道 一开始吗 当然是见色起义 谁让我们香灵 尝得这么漂亮呢 香灵顿时羞红了脸 耳垂发烫 称道 于哥你 不知羞 孟与见怀中的香灵 没有挣扎 知道他不是真的生气 只是害羞 便继续道 香灵 我说的是真的 你先听我说吧 我从未见过 你这么漂亮的女子 当时第一眼看到 你我就心动了 所以 后来得知你的经历后 我就设下圈套 把你哄骗到我家 只要你住进来 我们全家都会对你好 时间一长 你就再也走不了了 香灵听完心中莫名感动 原来是这样 是感情陷阱 试问谁能拒绝幸福呢 只是又想到了什么 香灵摇头道 就算宇哥你不在意 奴家不是清白身子 可是奴家肚子里 还有别人的孩子 孟与转过香灵的身子 对上他楚楚可怜的眼神 郑重地说 香灵 我既然要把你留下来 自然所有的事情就想过 你肚子孩子生下来 我会当成自己的孩子养 我也会告诉所有人 孩子是我的 孟与的坦白 让香灵感动 孟与用爱和包容 支离张网 把他捐在其中 让他不想挣脱 香灵扶在孟与的肩膀上 温柔道 宇哥 你让奴家再考虑考虑好吗 孟与知道 今晚说的话 香灵需要时间去消化 便点头道 香灵 你不要有压力 把这里当自己家 我会等你想好 一直等下去 二人都各自回房间 夜里两人都失眠了 都是患得患失 一整夜没有睡好 两人早晨 脸上都刮着浓黑的眼带 孟与早晨起来 看到二人的神色 认为他们昨晚过度放纵了 便忙把孟与拉到一边 训斥道 阿宇 你要注意节制 你自己倒无所谓 香灵还怀着身孕呢 万一有个好歹 可怎么办 孟与尴尬苦笑 嘀咕道 我倒是想呢 一旁的香灵 听到母子二人的对话 顿时羞得红了脸 娇艳欲低 看得孟与浴火难耐 经过那一晚的相互坦白 两人的心已经变了 香灵对于孟家人的关怀 坦然了许多 心里不再抵触 和孟大山夫妇相处 也渐渐亲热了起来 常常抢着帮孟母做家务 洗衣做饭 开始真正融入这个家庭 而孟与看到香灵的改变 也明白过来她的心意 和香灵说话也随意起来 时常像小夫妻一样 在语言上调戏香灵 直到有一天晚上 两人在房间里说住情话 请到农时 孟与没有控制住浴火 抱着香灵滚到了床上 香灵也没有抵触 二人就这样小心翼翼地圆了房 第二天 孟与就跟孟大山夫妇 说香灵跟了她还没有名分 于是三日后 一家人简单办了场婚礼 拜了天地 只邀请了村里交好的邻居 孟与和香灵 算是修成正果 成为了真正夫妻 五个月后 香灵生下了个女儿 孟大山夫妇高兴坏了 孟大山亲自己孙女 起名叫孟心 孟与也高兴 不分白天黑夜地 照顾香灵坐月子 待香灵出了月子 孟与为了挣钱养家 又开始了起早贪黑的跑货生活 香灵见丈夫跑货太辛苦 就建议到 奴家老家有一种美食 用牛骨大锅炖 制六个时辰 出锅配上粉丝香料 味道极为鲜美 咱们就开一家牛骨汤店如何 孟与听言 觉得很有搞头 于是一家人商量起来 几日后 一家人在镇上租了个小店铺 开始风风火火的炖制牛骨汤 等浓汤出锅 香气四溢 顿时引来周围大量食客 孟与先让大家免费品尝 食客们品尝后 纷纷夸赞惊艳 一时孟家的牛骨汤 在镇上流行起来 每日食客络绎不绝 孟家靠着这牛骨汤赚了不少银钱 一年后 一家人搬去了县城 在县城盘下了一家大店 继续做牛骨汤 并加入牛肉炖烂 出锅食鲜汤加上肉香 引得一众食客大赞 孟家也给店面起了各地道的名字 淮南牛肉汤 搬进县城后 孟与白天操持店面生意赚钱 晚上幸福耕耘 终于在第二年 香灵又生下一个儿子 孟家一家生活幸福圆满了 故事到此结束 谢谢您看我的故事 您在下方留言 记得要订阅加分享 谢谢你已经看 下期您视频见 再见